廖國國會的代表曾經提到過一個控訴北越侵略的案件,請問這個案子的詳情怎麼樣,能不能跟我們說明? 這次廖國國的代表團曾經在會議當中,他開會支持的時候,也提到被親友廖國的支持。 同時,他在我們會團裡頭發表了一個背書,同時他演得有了解如何去親友的電影,讓我們看。 他在這一次,在議事會中,真實地提出來,希望下一次第四次大會啊,積極地討論到由廖國國會議員團來邀請亞洲國會聯合會的大會。 那個參與釦迦他公司,很大計、超大的藝術任務人員。 次第三期,可以蔡介石,聯合會的速度,以及關於駿,所謂的譼定和合會的懂得。 另外,既然在將與釦迦大會的良好。 令是因為粉絲和四次高雅,四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,四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。 通告雅,四次高雅,五次高雅,四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的熱熱餸風,六次高雅,五次高雅,五次高雅。 我們請談一下,我想這一次理智會對什麼成就得要進的啊,這個理智會的目的就是,因為這個理智會的這個目的呢,它是下一次馬尼拉的大會的一個重點,那麼就這個一個觀點上講呢,它可以說呢,是很成功的,譬如說,它這個進制,將來這個討論的時候,大會還是分座的討論,進制,經濟,文化,那麼這個呢,下一次大會的這個時候啊,這個大方面比, 這個謎題啊,這一次都有個脫步的決定,那麼在於呢,是第四次大會的時候啊,要決定啊,第五次大會的這個理智,那麼這一次呢,當年在第四次大會的時候,定期的決定,那麼在今天呢,可以說,脫步的啊,一致的啊,把這個理智的問題解決,所以可以說呢,這一次大會呢,是非常地平功,那麼又一次啊,這個泰國呢,在這一方面的這個重筆的工作,非常地,這個九島,這件很可惜的事情。 請問張會長,您對這一次理智會的看法怎麼樣? 嗯,理智會啊,理智會啊,理智會的作用啊,就是在於的下一次那個會議。 那麽所以啊,我們這個,我們這個,最後那個這個,公共那些的兩代呢,就是這邊寶山已經在了,這幾行事。 就是這個,最後呢,會那個結論呢,就是,就是這個東西。 另外,那時候也沒有其他呢,還有什麽特殊的東西。 現在,現在,當然,我看後來這邊寶山已經正在了,就是剛才,郭先生說那樣結論嘛,那就是很重要的。 好,謝謝你們三位,那就... 好,謝謝你們三位,再見。 好,謝謝你們三位,再見。 谢谢大家